欢迎大家回到北清气候这个频道 大家记得点赞和留言 和按一下小铃铛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Discord 也可以在下面看到这条连续 可以加入我们的Patreon 还有就是那段影片 如何将Discord和Patreon连接在一起 所以可以在下面加上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功能上大家应该都耳熟能长 所以我都不再和大家说 或者大家也可以去Patreon的网站 看到我形容 欢迎大家去BuyMeCoffee 也可以支持这个频道的发展 大家记得点赞和留言 因为刚刚开始 一个星期都不够 加入了CQS 所以想说回 因为有几次有人问 颜色是为什么 其实呢 今天开始会加多一只橙色 其实就是五只颜色 就是红色 橙色 和黃色 还有还有呢 且稍后你会看到 好像有蓝色 和绿色 可以看再看到 我会看到 這10間券商 凡是低於20的就會出現藍色 不知道有沒有像這些 小過20的就出現藍色 現在小過40的就會出現綠色 變成20、40、60、80和100 就是這幾個範圍 所以一超過60 大過40就是黃色 60至80就是橙色這一對 所以到79.09都是 都是橙色 大過80的就是紅色 因為這樣會更加分得清楚一點 雖然可能橙色和紅色大家都不覺得有什麼分別 但是起碼有少少微細的分別 因為你看到這隻1626 昨天講過和3月中的時候講過 它一開波就已經是紅色 如果不分橙色 其實就變成1837就跟它差不多 因為你70幾這裡就已經是紅色 那你現在這樣分法就會看到 1626其實真的很誇張 一開波就已經持有80幾個 第一間券箱就已經持有80幾個percent 還有大家不需要怕給任何的意見 可能你覺得 給了很多 但是我都會馬上記錄的 我不會誇張到5秒內馬上做到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可以歡迎 給大家的意見 可能我會反過來問你 你想做出什麼效果 因為我覺得是 寧願你講完之後覺得有用 講完之後 起碼對某些人有用先 起碼對一個人有用的時候 其他 最少對一個人有用先 你做完之後 如果你全部人都 無緣地做很多長方形圖 三個人圓圈靠差 做完之後都沒有人用的話 那就 反而是 更浪費 因為開頭的時候 我只是猜 應該都有人用吧 所以 比較大腦一點 答問題 順便講一下 這個就是 答大家講股的問題 機嫌回答 這裡也是 美股的討論區 以及美股的機嫌 暫時都還是 黏在一堆 因為美股 暫時都 不是太多人在通頂 所以 還沒有去到洗版的狀態 只有港股 和港股機嫌 會掉出來 各一個channel 這裡有港股的 alert 以及美股的移動 美股的移動 我還要倒閉 因為我不知為什麼 在這部 你見到 Test Channel 我會出了 美股移動 但是 實際上 雖然大家未必留意 美股 我都會 會繼續 倒閉 這裡 不知為什麼 出不來 看這個版面 所以 我也要 再 搞搞它 其餘的包括 觀察名單 大家知道 還有些 財經新聞 上市 公司的公告 以及大行報告 都 加入了進來 這些 都會 這兩個 都是 屬於 配星研究所 Tier 的人 才會見到 之後 都會越來越多 加在 配星研究所 Tier 詳情 大家加入 Web site 即去Patreon Web site 大家會見到 所以 現在 甚至乎 下個Tier 其實都應該叫做 Early Berg 所以 大家如果 有興趣 都歡迎大家 早點加入 如果你是 4月初的時候 因為可能 去到差不多 就會突然間 我都未必會突然間 因為 始終要 頂得順 那麼多 功能的時候 一定要 提升 成本 所以我都會 突然間 會 停了 Early Berg 就好像 當初的 最初的 Tier 那 到時 你會見到 功能其實一模一樣 但是為什麼後來 那些人 會越來越 貴 那 先說一下 市 記得大家 歡迎 可以 給我一個 意見 雖然 我都會 改進 或者 加入 新的功能 未必 可以 每次都滿足到的 雖然 我起碼知道大家 想要些什麼 那 今天呢 其實呢 市 你見到 是一堆 中興通訊 啊 長飛光纖 那些人 在爆上去 那些的確 跟電訊股一樣 似乎 是 不是很理會 那個市 當然 今天市是升 但是其實 這一陣子 他都已經在升 就不是說 這兩天才在升 所以 大家都可以留意 還有呢 既然這些 升得的話 今天都曾經 出現了一個 就是 這個 匯罪科技 這個都說過了 上年這個時候 都介紹過 他是 立訊精密 現在變成 Apple 供應商 其中一間 供應商的 子公司 那 這一間呢 都是跟這些 網絡設備 有些關係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 還有呢 另一個呢 都比較特別的 就是 應該這裡 今天呢 其實神這麼早 就彈了 這個 雲之健康 那 但是 那個時間呢 就是 大概是十點鐘 左右 那 跟著呢 其實呢 就已經 剛剛兩個小時前 大概 收視後 那你們會看到 他出了業績 原來是 超預期的 那 他們覺得是超預期 那 所以呢 變成 都是再次 印證一次 呃 有些東西 是在技術 或者是 叫做人家 給錢 投票下去 是走得 比較快些的 那 所以有時候 新聞呢 這些叫做制後 那 所以我會偏向了 技術那邊先 你見 基本面 都是很基本 那 例如剛才說的 1729 那 匯聚科技 那 我知道大概是 做些什麼呢 就算的 那 因為 你知道 有些 有些 水分 或者什麼 其實你 看得太深入 都未必 代表 你正確 看得正確 也未必猜得中 他的走勢 所以 我基本面上 就不會 看得這麼誇張 那 全部 都 技術方面 我都是在看 一些 成交會不會突然有些奇怪 又或者是 很普通的技術分析 亦都 未去到 突然間有 烏雲蓋頂 又幾十顆星 又 不知道 圓圈交叉 那些 我都沒有特別去理 但是我覺得已經是 足夠了 那 另外一隻 家耀控股呢 其實今天還在升 一點點 大家可以看看 他的發展是如何 那我們回來 今天的市場 那市場 大家可能有一點興奮 但是其實呢 就 不是太 強的 那 你看到呢 他的確 是打穿了 194 那 最好就不會只有一天 那 然後兩天就立刻狂插下來 那 那 現在 逐步 走步 看看會不會升上去 1998 先 那 其實呢 因為呢 你用另一個角度看 他只不過是剛剛升上去 這個 五十周線的 叫做被他頂住了 就已經下來了 那 所以呢 其實呢 1988 都是一個 重要的位置 那如果他不升不穿呢 就變了 自從呢 一個月 三月 前到呢 即是三月頭都下來了之後呢 就是 未曾 升上去 那 一直不升上去呢 因為 日線圖呢 會比較 波動一點 那 所以呢 就變了呢 如果他下個月都是在下面 下個星期都是在下面的話 那 就變成了呢 月線圖呢 都會跟著 是 噁心的了 那 所以呢 現在呢 你看完月線圖之後呢 你會發現 起碼 如果你要 還叫做 不是很危險 不要再危險一點的話呢 就是不要穿19,300 那 但如果你要向好一點點 就是 要上回去 19,800以上 那 其實呢 都是 上下 兩三八點而已 那當然最好呢 距離遠一點點 不過我都 不會 不會短時間期望這麼高 就是現在都不知道搞定沒有 那 變成呢 去到二馬千三百點呢 這個當然是非常 理想啦 那就是暫時真的 不覺得會有 這個狀態 除非一些超級誇張 無限量寬 再什麼都夠 保證包底那些 那些 超級大新聞 那如果不是 還是 都是維持著 再看它 夠不夠錢 夠的話呢 都是在這裡 打橫拖拖拖拖 那 所以 暫時都是 上下 二三八點而已 那 再看回 這裡呢 欸 今天呢 想講講 這一隻呢 其實 大家可能呢 就不太熟 其實我也不太熟 不太熟 只不過呢 只不過呢 是 見到 二洞那裏呢 那這隻呢 跟八道可能都有些扯上關係 那 所以大家都留意一下 這一架呢 嗯 你說它那個 那個 CQS呢 其實就不太 突出的 那 這個呢 反而呢 雖然是小價股呢 就有少少用了 基本面去看的 那 因為呢 例如呢 你看回 看看 它那個 市值呢 其實都是只有 十億 左右 那 它究竟是做什麼的呢 那 其實呢 它是在做 一些 跟 時裝 界 有關的 show 那 你看到LV也有 那 還有 那 為什麼 無緣無故 和八道有關 那 你看看 看 新聞呢 就會見到 這裏呢 在 為什麼 那麼多業績 那 那 其實呢 就在去年年中的時候呢 會 那 它就是 進駐了 八道的 元宇宙 那 可能立刻 扯一下就扯 那 但是呢 你再看 這裏呢 那 去到這裏呢 大家就要開始 自己再找一找 那 它真的做很多的 看回基本面 它有很多 時裝 高端汽車品牌 那些 數字營銷 及推廣的 那 所以 當初大家困在這裏 不動呢 那它就沒得搞 那 所以它的業績呢 你看業績也不是特別好的 但是它 那麼 約派特別適 所以 就彈了11% 那 還有呢 基本面上就是 你看到放寬 那是好 那 還有一個呢 大家要研究一下 就是這間 極光動力 有限公司 那 我由於時間不足 我都沒有能力去搜尋太多 那 因為這間的 就令我突然想起 叮一聲 就想起 就是 一間公司 就是叫極光 如果你有玩開 美股的話 就是極光JG 但我未知這間極光 是否就是極光動力 但是 剛好呢 這間極光 其實呢 也是中國領先的 客戶互動及 營銷科技服務公司 那 它呢 宣佈成為民心一言的 首批生態合作夥伴 那 所以如果這樣打下去的話 就變了 呃 這一間公司 會是 呃 都會 搞到 這間 9911 都和民心一言有關 那 但是 大家呢 真的要再搜尋一下搜尋 這間極光動力控股呢 是不是 真的是 這間 極光 因為我真的不夠時間去搜尋 只不過 因為剛好他們有同行啦 餅也都一樣啦 那我就不知道 極光動力是不是就是極光 或者是否極光動力 都是極光的其中一間公司啦 那 如果你知道呢 歡迎在下面那裏 留言啦 那 那 還有一個太平洋汽車網 也不知道 知不知是 香港都有間叫太平洋的 那 這個再 我找到就在Discord 即是Patreon的Discord 和大家說 那我暫時是不知道的 那所以 我不敢100%肯定 那但是呢 他那個圖表呢 是真的都不差的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 留意一下 那 那 那這些 東西呢 通常都一開波都沒有什麼人理的 那但是 這些突然會爆得很誇張 就是有點像 這些過幾的情況呢 有點像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邱泰科技那樣的 就是 邱泰科技呢 我也是在 過幾的時候呢 看的 那當然最高去到13元 就是已經去到幾年前了 過幾是 過幾呢 就是16年左右呢 應該 這些位置的 就是 感覺上 好似的 就是 當然 行業就沒有關係 所以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 另一個呢 誒 講得太 久了 所以說回 一點點就算了 看看這個先 另一個 很快地說 九毛九呢 雖然業績差呢 但是今天呢 都是升成 6點幾個巴仙 所以我都覺得呢 這個是值得去 炒的 這些跟剛才那些一樣 因為 就算業績差呢 都是屬於 過氣的事件 那 你看到呢 他依然在十天二十天線呢 而且 今天也有在二棟股出現的 所以我都覺得 值得留意 那 另一間 跟 EI或者文森一言有關呢 就是這間 鼻孟 上個星期講過的 那 大家都可以看回 這一間 可不可以炒到 6.1 6.2 左右 因為今天呢 其實都只不過是 5.2 左右 而已 暫時不多 只有1元 那你升多1元 就要 閃一閃 看看有沒有 更加 厲害的新聞出現 那 九毛九和微盟呢 就比較大牌 大牌子 那 剛才說的 叫做 九九一九 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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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孫 集團 那 我就不太熟 那 第一次講這個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 除非你剛好是做時裝 或者是做 汽車 展銷 那些 那可能你們會縮一些 那收益率都誇張的 有15厘 因為拍得特別適 那可能都排了 不過 你看看會不會跟 民心一言呢 是邪得上關係 那 那和基本面呢 真的 應該會不差的 因為 他現在 已經是疫情後 那 所以 歡迎大家 可以 留言 如果你找到的話 亦都可以在disco 裡面討論 亦都 留任何言都ok 也都記得 給like 或者加入patreon 可以 運用到我們的功能 亦都歡迎大家 可以提議 你想要的功能 我都會 想辦法去 加進去 那 我們今天暫時說了 那麼多先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 再見 拜拜